夜市并非中央宣布管制的行业类别 但因为前阵子疫情严峻 许多夜市摊贩纷纷自主修饰 今日台北市长柯文哲喊出违解锋 除了南望华外 其余冷去夜市可以考虑开放四分之一摊位副业模式 本来夜市就不是在中央一开始宣布管制的11种产业 当时管制八大 还有这个娃娃机店 夜市是没有包包在里面 夜市是自主修饰的 自主停掉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就算在开放你知道 我们也不是慢无这种标准的给它开放 我们还是你看 这个四分之一的摊 然后一定程度的人流管制 还有这个 其实我们下一步也会开始考虑 给这些夜市你知道 也许在下一波我们打疫苗也会优先来处理 所以我们还是会按照在防疫的 在不影响三级管制效果的状态下 对民生经济最有影响的先开放 事实上我们在做这个决策还是用科学根据的 所以像因为整个台北是疫情趋缓嘛 但是在南乱华地区你知道 我们就这次就没有马上给它解放掉 我们原则上还是在在等到7月12号你知道 在过程当中看看那个病例 是不是继续在减少 柯文哲担心摊商业者生计断炊 不过提到艺文长官的开放 他表示还没有那么快 目前先以影响民生经济的行业先开放 并持续监控此模式是否可行 记者温郁台北报导